摩托蘭去跟佛陀說了之後 佛陀接下來就跟他講 那正確的是什麼 那什麼才是正確的 就是有因有緣眾生煩惱 有因有緣眾生清淨 其實是這樣 接下來 他就跟他講 所以他說佛陀娜說無因無緣眾生有過無因無緣眾生清淨 這個是隨便亂說的 沒有智慧沒有辨明 不懂道理 他也沒有仔細思考過 就口出望遠的 實際上不是這樣 應該是怎麼樣呢 有因有緣眾生有過 有因有緣眾生清淨 那這個是我們講 緣起裡面很主要的一個道理 有因有緣世間極 有因有緣世間滅 有因有緣煩惱極 有因有緣煩惱滅 有因有緣苦會生起 有因有緣苦會消滅 基本上是這樣的 好 摩托蘭 那什麼樣的因 什麼樣的緣 眾生有煩惱 什麼樣的因 什麼樣的緣 什麼樣的緣 眾生煩惱會消除 就沒有煩惱了 幾面清淨 清淨跟雜染 那麼 購蘭 摩托蘭 若色 一向是苦 這裡講到色 後面就是受想形式 一定都是這樣 那麼有時候色 它後面是 深香味觸法 那個就不一樣了 那個就是塵 那個就是六路觸 那現在是五音聳 五音聳的色後面一定是受想形式 如果六路觸的色後面就是 深香味觸法 它就不一樣 那五音聳裡面的色 就包括色深香味觸 五音聳裡面的色 包括色深香味觸 六路聳裡面的色 就單單只是色 不是深香味觸 這個要稍微知道一下 好 所以它這裡講 若色 一向是苦 非樂 非隨樂 非樂長養 眾生不應 因此而生樂種 現在這裡是在講什麼呢 是在講無常的觀念 一向就是 它苦就是苦 它不會變熱 那麼這個也呼應到前面 如果它 污染 它就一向是污染 它不會變清淨 如果是清淨 就一向是清淨 它也不會變染污 那麼這是一種 就是說 它有清淨的時候 有染污的時候 那麼 如果依附羅那來講 清淨 是沒有陰沒有緣的 染污也是沒有陰沒有緣的 那 依佛法來講 清淨跟染污都有陰有緣 那麼 就是它是陰緣 緣起的 緣起的它就是 不一定 不一定的意思就是 要看它的陰緣而定 但是它是有陰有緣 它並不是沒有陰沒有緣 那因為是緣起的 它就不是一向如此 一向如此的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自信 一向如此 就是它不會改變 它本來就這樣 一直這樣 一向如此 一直這樣 我們不是有講 自信 所以常常會講自信清淨 自信 它基本上 我們叫恒常 獨一 自主 那麼它一向如此 比如說它一向如此 一向如此 一向如此 它自己就是這樣的 如果陰緣的 和合的 它必須要條件 必須要有陰有緣 它才這樣 那麼它就不是獨一的 那麼它既然是苦的 一向是苦 它就不自主的 它從這個地方來說明 其實 那因為眾生本來就是 有煩惱的時候 有生死的時候 有不煩惱的時候 煩惱斷面的時候 有解脫的時候 它有可能煩惱 有可能解脫 但是到現在是煩惱 凡夫都是煩惱 像我們現在是有煩惱的時候 但我們當然也有不煩惱的時候 但是這個不煩惱只是沒有限起而已 因為煩惱有兩種 一種就是限起的煩惱 我們把它叫做慘 一種是不限起的煩惱 隱藏的煩惱 我們把它叫做隨免 所以有一些人會覺得 我也沒什麼煩惱啊 我真的都沒有煩惱 你沒有煩惱 你怎麼沒有煩惱 我見 你有沒有我見 有啊 我見就是煩惱啊 你怎麼 你沒有我見嗎 有啊 但是你沒有限起而已嘛 那我們講的煩惱比較主重 貪啊撐啊 我什麼都有了我也不貪我也不撐 不是這樣就是煩惱 只有貪跟撐是煩惱 但只是限起的煩惱 那麼你還有不限起的貪呢 你還有啊 那是有限起跟沒限起 那限起的煩惱叫做禪 佛法把它叫做禪 他的名詞 這不派的說法 那麼不限起的 隱藏的 應該叫做隱藏 隱藏的 他就給他一個名詞叫做水免 這隱藏版的啦 水免 所以有十禪 九十八水免 就變成是這樣 那有陰有緣 好 我們來看 他這裡講 說以色 就是這個五韻 假色 他現在先說假色 這個五韻身心一向是苦 那麼 非熱不熱 也不是隨著熱 也不是熱長養 那麼離來熱著 眾生不因此而生熱著 就是 假色他一向是苦 那你要熱也熱不起來啊 假色他一向是苦 你要熱是熱不起來 就好像木炭是黑的 他有沒有變白的時候 沒有 你一直磨一直磨 磨到底他都是黑的 木炭是黑的 他沒有變白的時候 那麼 那麼他就是一向是黑 那麼假色眾生一向是苦 那麼他不會隨著因緣改變 而變什麼 變熱 他不會 但是眾生實際上是有苦有熱啊 對不對 那麼 那麼 苦他就是因為煩惱就苦嘛 因為不煩惱就是熱嘛 那麼 所以他說 假設 我們這個身心 一向是苦 那麼 那就沒有熱 也不會有因緣 他會讓他熱 那麼會長養他的熱 會讓 本來不熱 後來會變成熱 然後 本來是小熱 後來會變成大熱 很快樂 非常快樂 那就是長養 那麼 那麼 所以 眾生不因此 不因因此而生熱走 那麼 但是實際上 眾生會懶著 會愛樂 懶著 信不住 就是 他有分三個神次嘛 叫 掀起愛樂的心 然後想要取 愛取 懶著 然後沒有他不行 是信服住了 那麼所以 你說眾生有沒有 眾生的夠 夠就是夠腦嘛 煩惱 其實 就是煩惱夠了 他說有因有緣 眾生有夠 有因有緣 眾生清淨 沒有煩惱 好 那這個煩惱怎麼生起的 眾生有沒有煩惱 有啊 那眾生的煩惱怎麼來的 隨著境界 起的 那麼先講貪的煩惱 先講貪的煩惱 貪愛的煩惱 那眾生怎麼起 貪愛的煩惱 攬著這個境界吧 那麼假設這一些 這一些生 比如說攬著這個 攬著最重要的攬著是 我愛 自我愛 然後再來是境界愛 我們說自我愛 境界愛 那麼自我愛 境界愛是我所愛 我的一些 那麼 自我愛 攬著自我 然後後有愛 那麼希望下輩子 然後怎樣怎樣 那所以 他說 摩蘭以色非一向是苦 假設五運身心一向是苦 那麼你要熱也熱不起來 那麼就是因為 那熱就是一種 熱就是一種什麼 一種懶濁 愛樂 貪懶 貪的懶濁 貪的夠 貪真之都是夠 貪真之都是夠 都是一種煩惱 那說因為色 就是五運身心 不是一向是苦 所以眾生在可愛色裡面就會攬著 就是有可愛不可愛 可意不可意 可樂不可樂 就是這個色 攬著的東西有分 一般經典裡面常常講 可意不可意 可意不可意 可愛不可愛 可樂不可樂 可愛不可愛 這些東西可愛不可愛 這些人 可意不可意 可愛不可愛 樂意就是樂意 歡喜不歡喜的 或是四義 樂意 對我是不適合的 我是不喜歡的東西 你喜歡的東西 你就會收藏攬著 不喜歡的東西 趕快丟掉 我都不要看到 可樂不可樂 基本上 對這些境界 對這些境界都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好跟不好 可跟不可的 通常就是愛樂 興起愛樂 然後攬著 就是愛樂的加強版 然後繫扶住 或是住 它有時候叫繫扶住 我們常常讀 常常讀 讀久了自然 自然而然 差不多都是這樣 所以它這裡講 它說 眾生不應因此而生樂走 但實際上眾生都會樂走 後面受想形式也是這樣 它中間沒有講 所以它說 以受想形式 照理講這個詞後面要 不是以示 它後面要以受想形式 所以它說 若受想形式 一向是苦 所以 這個摩托蘭 以受想形式 非一向是苦 他就簡稱 就直接寫 直接寫 那實際上如果 對照前面的 那麼應該 以受想形式 非 非 就是在 在 在這個 若是 以是非 一向是苦 130位這邊 應該以受想形式 非 一向是苦 照前面的文來講 應該是這樣 它簡略掉了 以受想形式 非一向是苦 非樂 隨樂 樂所長養 不離樂 事故眾生 於是攬拙 就攬拙這個 色受想形式 攬拙這個無韻 這自我愛 自我愛 自體愛 那麼攬拙故戏 戏故生老 因為戏不住 就生煩惱了 這故事從這邊來的 那就是有因有緣 它主要在跟你講 有因有緣 那這個因緣是什麼 因緣就是 你以攬拙這個色受想形式 那麼自受會攬拙 就是因為 它不一向如此 不一向如此 那麼磨難 世民有因有緣 眾生有夠 因為富蘭娜 說無因無緣 眾生有夠 佛陀就跟他講 有因有緣 眾生有夠 那什麼是因 什麼是緣 什麼是夠 怎麼樣的有因有緣 眾生有夠 就起煩惱 那麼 所以他這裡講 愛樂懶拙 戏不住 基本上就這三個 之後就起煩惱了 之後就起煩惱了 那沒有他不行了 有他就很歡喜 那沒有就不行了 那麼磨喉 何因何緣 眾生清淨 反過來講 這個是眾生不清淨 就是有煩惱了 那眾生怎麼樣斷煩惱 或怎麼樣沒有煩惱 那麼 他說 若色一向是熱 非苦 因為前面是 若色一向是苦 那現在這裡說 熱色一向是熱 非苦 非水苦 非憂苦 長道 離苦者 眾生不應生 色而願臉 那你要離苦 那麼 也是因為無常 才可以離苦 你懶拙 也是因為無常 無我才能懶拙 那就是你要 你要調伏煩惱 因為要煩惱無自信 你才能調伏 煩惱要無自信 無常 你才能斷除 煩惱要有自信 你沒有辦法斷除 他本來就這樣 他本來就這樣啊 一直這樣啊 很常這樣啊 你怎麼斷除 沒辦法 那所以 那麼 因為他不一向是熱 所以 他不會生厭 就是他 他不是一向是熱 他有苦有熱 那前面從苦下手 因為他 前面說苦 後面說熱 不一向是熱 前面說不一向是苦 那主要是因為 從過冷的角度來看 那麼眾生因為熱 他就不生煩惱 因為熱 他就不會想離苦 離熱 那其實就不會想離煩惱 熱也是一種煩惱 所以磨難以色非一向熱 是苦 水苦 憂苦 增長 不離苦 事故眾生厌禮於色 就是因為這個五運身心 不斷在變化 我們叫五運赤聖 五運赤聖 生滅生滅 不是一向是熱 當然也不是一向是苦 它就是無產 就是五運赤聖 那五運赤聖的生命 生滅生滅當中 就有生死 生死當中就有 運真會愛別禮求不得 那麼有種種境界 六根對六成種種境界 隨著我見我愛 不斷地起伏 那麼有時候起伏大一點 有時候起伏小一點 那麼就不斷在起伏 就不斷起煩惱 有煩惱的時候 有稍微沒煩惱的時候 那麼從凡夫看 從來沒有沒煩惱的時候 如果從凡夫看 從凡夫看 凡夫從來沒有沒煩惱的時候 只有煩惱沒煽棄而已 不是 你說小孩子 剛出生的小孩子有沒有煩惱 有沒有 有啊 他也有自我愛 他也有貪真知啊 怎麼會沒有 只是沒有煽棄而已啊 還沒煽棄 長大了就會有 如果說他小時候沒有 長大了開始有 那這個叫做無因潤 對不對 他長大 他是沒有貪的啊 但是長大了之後就慢慢貪 不知道從哪裡生出來就有了 那個叫做無因潤 他是小時候他就有了 只是他沒陷阱 他那個心對那個禁 還不知道要執著 還不知道要執著 所以 所以他就好像你生到無色戒 他那個心也 他那個心也對玉戒都沒有貪啊 沒有貪 無色戒跟色戒的天人 對五玉是沒有任何貪愛的喔 但是 等到他色戒無色戒的福報 想往掉到玉戒的時候 他玉戒的心就起來了 所以那個時候的玉戒心 玉灘是沒有斷掉的 玉灘是沒有斷掉的 他只是調伏住而已 那個是變成隱藏版的而已 隱藏起來而已 他並不是沒有煩惱 其實我們要知道 只要是凡夫 大家煩惱都一樣 只是輕重不同而已 現前不現前而已 都一樣叫做 俱夫凡夫嘛 我們叫做俱阻 俱阻所有的煩惱 俱阻一切的煩惱 一切的煩惱 開始煩惱有少幾條 什麼時候要開始 正出國少三條 身見皆進去以見惑 那施貨開始變少 那個是從三果開始 二果 二果開始 三果又少 又少兩條 玉灘跟蹭 其實是這樣 所以這個煩惱一定是有的 凡夫沒有那個沒煩惱的 凡夫沒有那個沒煩惱的 每一個人煩惱都同等同等 只是粗跟細不一樣 只是粗跟細不一樣 那麼聖國的聖者 聖國的聖者 他就有煩惱多少的問題 那我們沒有煩惱多少的問題 我們只有煩惱粗跟細的問題而已 輕跟重的問題而已 多都是一樣多 好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 如果受想形式 色也是這樣 受想形式如果一向失樂 那麼他並不是苦的 那麼眾生就不會因為這樣而驗禮 那不驗禮就怎麼樣 就不能成為聖者了吧 就沒有法沒有聖 所以因為這樣驗禮 那麼他才能清淨 他要驗禮煩惱不懶惰 他才能牽禁嘛 他如果懶惰了 他就不能清淨嘛 他是因為他無常 五運無常 無我 沒有自信 他不是一向如此 他才會有懶惰跟驗禮的問題 如果他一向流恥 你要懶惰 也懶惰不了 你要驗禮也驗禮不了 其實是這樣 如果一向是苦 你懶惰不了 熱惰不了 愛樂不了 一向是苦 你愛樂不了 一向是熱 你也驗禮不了 所以這個叫做 有陰有緣眾生清淨 清淨就是 基本上就是有夠有清淨 就是凡夫跟聖者 有凡有聖人 使磨難聞佛所說歡喜信受 离佛而退 這個是在講有陰有緣 世間集有陰有緣世間滅 其實就是在講這個 後面那個記 就是幫你記住前面這些經的 知法是126經 重擔是127經 就前面的 我們看126 稍微看一下 它是幫助你背的 背這個前面的經 126經在126頁 126頁的126經 那麼這個是知法 知法 雲和所知法 那麼127經是重擔 127經有重擔捨擔 128經是網易 129經是有意 或是寫差別 巴黎文寫差別 130經是觀 131經是慾灘 132經是生 133到136是略縮 137就是聖法運經 138就是這一經 那麼富羅納就是138經 就這個計 從126到138 通常都是寫十經 都是寫十經 那略縮裡面有四經 所以是123 4 5 6 7 8 9 10 也是十 但是有一個裡面有三經 三經 33 34 35 36有四經 好 我們看139 139經 他說有這麼一天 佛在肢體 這個是另外一個經社 肢體的竹圆經社 這個竹圆經社跟竹領經社不一樣 竹順經社是在王舍城 那麼捨衛城還有一間東圆經社 就齊圆經社旁邊叫東圆經社 這個叫做竹圆經社 那麼它也叫做竹順經社 但是叫做東竹順經社 有時候叫做東竹順經社 但是它不是王舍城的竹順經社 它是在哪裡 家屍國居善民城 居善民也常見 家屍國的居善民城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是拔旗國 居善民城 現在這個是家屍國 家屍國居善民 居善民我們就比較常見 居善民 家屍國的居善民城 它叫做東竹順經社 家屍國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很有名 那麼東竹順又叫做竹園經社 這裡的經典叫做竹園 它有時候叫做東竹順 但是它是寫東園經社 東園經社 它有時候寫這個 我們看了就會知道R7是一樣的 居善民有時候寫這個僑賞民 僑賞民 僑賞民 有時候寫這樣 翻譯的問題 翻譯的問題 有時候寫這個 有時候就是居善民 音譯 也很常見 這個地方也很常見 但是我們說三大佛陀常在的三大地方 就是寫衛城 王舍城跟屁舍林 這三大 這三個是最主要的地方 也是佛教比較重要的地方 那麼屁舍林佛陀是第一個度比丘寧在那裡 然後在那裡宣布要入涅槃 也算是一個蠻重要的地方 其他的就 其他的國家就很多 主要是這三個 我們說家屍國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也是很有名的 就是波羅奈的陸野院 陸野院也在家屍國 但是它在波羅奈城 波羅奈城的陸野院 這個是橋山密城 居山密城 這是家屍國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它不是居山密城 它在波羅奈城 波羅奈 陸野院 這個是首先度吳比丘的地方 這個大概我們如果去印度朝鮮 都會去這個地方 陸野院 這兩個地方蠻有名的 一個地方大概都會兩個地方很有名 像我們早上講的這個 拔齊國的廣岩城 就是屁水 它主要就是我們說那個 這個叫什麼金色 我看 忽然間就忘了 從閣講堂 還有個安摩羅苑 這兩個 蛇衛城就是 齊元金色跟東元金色 王蛇城就是竹林金色跟靈鳩山 就這兩個 就是比較常見到在經典裡面有 那如果是加斯國 那麼基本上就是陸野院 波羅奈的陸野院 跟喬善米的 我們叫做東竹林金色 這個比較少見 這個比較少見 但是這兩個是主要的地方 好 我們來看 那這個地方也有一個很有名的人路 主要就是阿納綠 阿納綠是磁綠第一的 五百階級的 那不是磁綠 天眼第一 阿納綠 阿納綠是天眼第一 非常精進 他就是在這個東竹林金色 鎮阿勒漢的 他就在這裡鎮阿勒漢的 這個阿納綠 阿納綠比丘 天眼第一 他說 多聞聖弟子 於何所而見 無常苦 其實這個翻成白外就是 要成聖道 要怎麼樣 要如何才能夠見無常跟苦 要怎麼樣見無常苦 可以成聖道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他說多聞聖弟子 就是如何 怎麼樣見無常跟苦 意思就是我們要怎麼觀無常跟觀苦 那麼才可以 超凡入聖 轉凡成聖 才可以正聖道 才可以見法 那到底要怎麼觀 怎麼觀無常 怎麼觀苦 我們才可以成就聖道 這個是佛陀 佛陀問比丘的 那比丘就說 佛慧法根法語言法語 這個就是 都是這樣說了 法的根本根源 言 言就是智慧的 引導的人 佛陀是 法的根本 是引導我們 引導我們見法的人 那麼是 一切法的歸一處 一切佛陀的歸一處 那麼希望佛陀為我們說 那麼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觀無常苦 可以正的無我 無常苦空無我 那麼希望佛陀為我們說 那這些比丘聽到 我們就是諸比丘為你 我們聽了之後 我們會照佛陀的教法 我們會這樣去觀 然後希望能夠正得無常 希望能夠這樣正得無我 成為佛陀的聖弟子 好 所以當如說奉行 我們會依教佛陀所教的 那麼切實地去做 佛陀就跟比丘講 那麼仔細聽 專心聽 聽完了好好想 想清楚想明白 地聽地聽 善思念之 那麼當為你們說 我現在跟你講 多聞聖弟子 怎麼觀無常呢 從色 受想行事 去看他的生命無常 那麼看他的哭 就不自在了 色受想行事 都不自在 那麼從這裡去見無我 那這是怎麼意思呢 他一個一個講 他說 好 我們的身心 就是我們的身心 是無常的 我們的身心是苦的 你從這一邊 你從這一邊 可以正入聖道 就從這邊正無我嘛 無我就正聖道 就見緣情就見無我 見宗道是一樣的 見視地是一樣的道理 他接著說 那麼 因為他叫他觀五運無常 那五運是什麼 色受想行事啊 他就移一個問 那你認為 我們這個身體 這個色法 這個身體 那麼你想一想 他是常還是無常 你先確定他是常還是無常 就好像前面講 你先確定 你認為是有因緣還是無因緣 那無因緣怎麼說 無因緣就不用講道理 反正就無因緣還要講什麼道理 沒有道理可說啊 你就無因無緣你要得什麼道理 但有因有緣就有道理說啊 那什麼因什麼緣啊 那無因無緣就 沒有緣就沒有道理可說 沒有道理可說本身就沒道理啊 就好像說有時候我們會講說 你持這個重就可以面無利十罪 那道理在哪裡 這個為佛與佛乃能究竟了之 我們要相信就好 沒有道理可說 沒有緣 你說那你念重就是因緣 那你這樣講其實 這樣講其實不合乎 不合乎有因有緣 那麼所有的罪 所有的罪都念這個重就可以滅 不管輕罪重罪 重罪都能滅 輕罪哪裡不能滅 那罪不死 我們現在稍微講一下這個道理 就是我們在邏輯方面 推理方面至少 你要有道理可說啦 比方說罪暴 罪暴就是苦嘛 好 那麼這個苦是有因有緣產生的啊 假設這個苦 假設這個苦是因為你不辭做產生的 那你辭做它苦消滅 那收得通啊 對不對 我沒有辭人緣做所以我受苦 現在我辭人緣做了我就不受苦 你的因就是你不辭做嘛 所以你受苦嘛 那你現在辭了做那個因 不受苦的因就消失了 可是我是因為不辭人緣做受苦的嗎 我不是因為不辭做而受苦的呢 但是我現在卻因為辭做而離苦 那這樣因都不善啊你知道嗎 我們要稍微想一下這個道理 就是說我受苦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我有業 我造惡業嘛 對不對 那我造的惡業是因為什麼 我起煩惱嘛 對不對 我起煩惱造惡業 然後造惡業 月果成熟受苦嘛 那麼我起煩惱造惡業 那我為什麼起煩惱 我有我見我愛啊 你看 有無名跟貪愛嘛 我有我見我愛 那麼這個我見我愛為根本而起煩惱 我起煩惱前面有講的嘛 你就 你這個我見我愛 面對種種境界 可愛不可愛 可樂不可樂 你就起了煩惱 起煩惱你就造業 造業成熟你就受苦嘛 那佛法是這樣講的 大家都認同啊 貨業苦沒有人不認同的啊 但是你現在告訴我 你滅苦 滅一切苦 五逆十二的苦 你只要持咒 不管是大悲咒 能言咒 要失咒 不管你持什麼咒 你只要持咒 就可以滅一切苦 那不對啊 那你持咒 你持咒 你持咒 我如果是因為我不持咒 而有苦 那這個是因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持咒了 我是因為不持咒而受苦 我是因為不持 就好像你因為不信上帝 你才多第一的嘛 那你現在信上帝 你就不用多第一了嘛 這個還有因果可說 你知道嗎 那你就是因為不信嘛 現在你信了 你就可以升天了嘛 當然這個也不對 但是就是 照理治理少 他那個因還對嘛 那現在說 現在你跟我講 就是說 我受苦 我受苦是因為起煩惱造業 那麼現在我不受苦 我二月還在啊 我也沒有消啊 我只是持咒 我就可以不受苦 那這樣 那前面 前面講就是因 後面變起來 非因啊 我不用消除這個因 我就可以 這個叫果 這個叫果 這個叫因 那麼這個如果 從果來講 這個叫因 那麼這個從果來講 這個叫因 因果 因果一直上去的嘛 緣起是這樣子的嘛 那你要滅掉 你要消掉這個 這個才能消 消掉這個 這個才能消 消掉這個 這個才能消啊 那這個才是 佛法講的緣起嘛 那你現在告訴我 你這些不管它 你這些是這麼來的 但現在你不管它 你只要念這個 你只要有這個 這個就全部消了 這樣講 就是沒有邏輯啦 你知道嗎 不合理 你講要合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佛弟子 有時候 常常都是地聽地聽 但不思念 不善思啊 你要想 這樣有道理嗎 這樣沒道理啊 你要想 常常要想真的 你沒有如理思維 後面的修行都錯 聽聞正法沒有如理思維 後面的修行都錯 所以如理思維 那麼 一正確的如理思維 才真正地去修 去實踐 那麼才能夠真正得到 才能夠見法 真的 你才能夠 你漸漸煩惱會變薄 那你對佛法會越來越有信心 那一般人對佛法的信心 都是建立在盲目 盲目上 那個不是真正的信心 真正的信心要了解 了解對佛法 對自己了解 你才有自信 對佛法了解 你才對佛法有信心 所以我常常講 真正的信就是 相信自己 相信佛法 相信自己 要知道自己做人不容易 自己在六道裡面 成為人 這個不容易 成為人 能夠聽聞佛法 不容易 聽聞佛法 還喜好 愛樂 歡喜 修學 這個更不容易 那麼 你了解了 你就會 相信自己 有能力 是 我願意 我可以 我會努力 真的 以前我是很自卑的人 後來我們從佛法裡面 得到消息 因為 你 你跟其他外道比起來 他們 你已經 走進門了 他們還在門外 十萬八千里 真的 但是你走進門了 一直在門口 那也不是道理 你還離 離那個大殿 還離很遠耶 你連佛都沒看到 我告訴你 那個還不知道 你還有可能會走出門外 你很有可能會走出門外 所以這種就是 你要慢慢慢慢往前 相信自己 常常告訴自己 我可以 我願意 而且我會努力 你要相信佛法 你必須了解佛法 你不了解佛法 你不需要相信佛法的 你不了解自己 你不會相信自己的 真的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很重要 那多數的眾生 我看很多 很多都沒有具備這樣的認知 所以他常常希望 能夠感應到諸佛菩薩加持他 然後這個其實 你從佛法上 你就真的可以得到諸佛菩薩的加持 從佛法上 從法上 而不是 你天天夢想做夢夢見佛 來跟你講說法 不是 你不是天天祈禱 像我們說 地藏經 普門品 你念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會告訴你 念普門品 普門品會出來 觀音菩薩會出來告訴你 不是 你要從經典裡面看到佛菩薩 不是天天拜佛菩薩 念佛菩薩 希望佛菩薩來為你說法 好讓你開悟 不是的 不是的 這個是不一樣的 你真正從佛法去理解 你就可以看到佛菩薩在哪裡 這個跟德雷莎講的有一點像 德雷莎是怎樣 人家問他 人家問他 你那麼虔誠 而且你對天主教 他是天主教的被豐盛 他說 像你在天主教裡面地位這麼崇高 而且做那麼多事 為上帝做那麼多事 那麼相信上帝 你有沒有見過上帝 他說沒有 我在苦難的眾生身上 看見上帝 真的 這個厲害 他這個厲害 我們在法裡面見佛 真的 這個是你要好好想 好我們再往底下看 稍微 有時候講到 講到心情起來就會這樣 就稍微要替佛講一些話 覺得有些人實在是 好我們往底下看 那麼 他這裡講 他這裡說 地聽地聽善師 單位奴所 那你好好想 你這個色 是長還是無長 你想色是長的嗎 不可能長嗎 你從五歲 十歲 二十歲 你天天在變哪有可能是長 對不對 但這個花 你說這個佛像 十年跟二十年都一樣 其實不一樣 只是它變化小 你看不見而已 它灰犬上面多了幾個 或是它會脫落 慢慢慢慢 一百年了一千年了 它就不見了 那麼它還是無長的 所有的 所有世間的一切物質 包括我們的身體 主要在我們的身體 那麼基本上 你想想 這個身體是長還是無長 長啊無長 實際上這個是很容易明白的 那無長你會不會 因為身體不動的變化 而有苦 會不會 會苦 會不會 會啊 你看看 中午吃完飯了 到了晚上肚子餓了 不吃就苦了 對不對 那就苦了 那麼 年紀漸漸大了就苦了 等一下拉肚子又苦了 等一下牙痛 等一下齒痛又苦了 它不就是因為無長才苦的嗎 如果它一直保持年輕 一直保持健康 一直保持二十八歲 它會苦嗎 它也不會苦啊 也會苦啊 但是沒那麼明顯 那你可能感覺不到苦啊 你可能感覺不到苦 像天人就這樣啊 非想非非想 為什麼可以八萬大姐 他都不以為苦 他一直在那個狀態啊 他長期保持在那個狀態 他的變化很微細 你不知道 但是他還是有苦的 那麼所以苦有三種嘛 苦苦壞苦辛苦嘛 那無色戒是辛苦啊 色戒是辛苦跟壞苦啊 玉戒是苦苦壞苦辛苦啊 基本上是這樣 寫一下好了 那麼微細的 微細的就是 辛苦 就是因為無長變化 它變化的比較微細 你不感覺到 所以天人 或是色戒的天人 為什麼不修行 因為他不以為苦啊 苦苦壞苦 醒苦 這個是本來就苦 這個是本來樂 後來轉來苦 這個是不苦不樂 他沒感覺到 也沒有什麼苦 也沒有什麼樂 但是因為無長 他就會苦 那這個是玉戒 玉戒有這三種苦 那麼色戒兩種苦 他沒有壞苦 他在禪定裡面嘛 那無色戒只有一種苦 就是辛苦 那眾生這個無長故苦是很明顯的 是很明顯的 今天是這樣 明天就不是這樣了 今天你跟我講 講這樣的話 明天你就跟我翻翻了 那麼 這個你就以為苦了 所以 他就講 那麼假設是這樣 那麼他說 無長就是苦 無長是不是就是苦呢 是苦是尊 就是世尊 確實是苦 那麼若無長苦 變異瓦 那麼就是生命 他不斷地在轉換 多聞聖地子 假設這個身體 他都一直無長跟苦 那麼你能夠在這個色身上 見到我亦我相在 就是有我 就是這個身體中有我 就又回到 原來都說法 這個無長苦 那麼色 是我 是我 亦我 相在 那後面當然就受想形式 受想形式 那就是這個身心 這個是 印相印裡面很常見的 這個是身 這個是心 這個是五印來說 沒有啦 如果是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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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色就包括色身相味處 就不一樣 好 那這個是身心 那麼是我 因為他無常 他先從無常講 那無常是不是無常 是無常 那無常是不是苦 是苦 那麼他是無常是苦 那麼既然是無常是苦 那麼你能不能在色中 在這個色中看到是我 亦我 相在 就是說 是我是什麼 基本上這個色中有我 這個是離色有我 離在這個色有一個我 這個是我在色中 色在我中 這個叫給予我 這個叫離運我 這個叫相在我 我在色中 色在我中 他這個在講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說 為什麼說色是無常 色是苦 那麼你就沒有 你就要確定 那麼他就沒有這些 不是我 也不是 就是 不是 是亦我 是亦我 是我 是亦我 相在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要講到 我的定義 我的定義是什麼 很常獨一自主 那麼他一個一個講 獨一自主 假設色是無常 你確定色是無常的嗎 可是我是什麼 我是長啊 我是長啊 那麼你怎麼可能在 無常色裡面見到 很常的我呢 對不對 就像前面講的嘛 無常陰 無常遠 而有的無常身 怎麼可能是長的呢 那麼你怎麼可能在 在無常的色裡面 見到很常的我 如果我在色 色就是我 因為他色就是我 色如果就是我 但是色是無常的 那我是很常的 那這樣怎麼說 這樣不通啊 色是我 但是色是無常的 我是常的 那色怎麼會是我呢 對不對 他其實在講這個道理 那麼如果說 你這個色有我 那麼色是無常的 但是這個色是無常的 但是離開這個色有我 那我在哪裡 那我的常在哪裡 你怎麼樣從無常裡面 離了這個無常 離了無常 離了無常就沒有我 離了這個色 那什麼叫做我 你離了這個色 色就是我 就是色受想行事啊 我就是色受想行事 那麼你離了這個色 離了這個色 那麼有一個我 那我在哪裡 在瘦 好那他會告訴你 那瘦有我嗎 瘦是常還是無常 他還是無常 那想呢 也無常啊 行也無常 事也無常 那你離開色受想行事 有一個我 那那個我 你怎麼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那個是我 你離開色受想行事 你怎麼知道那個是我 那我在哪裡 離開這個色之後 那還有一個我可說嗎 因為我就是色受想行事啊 所以你稍微去理解這個道理 就是他 他就是讓你去推論 讓你去 你照道理來講 那麼這樣講是講不通的 這樣是講不通的 所以你一個一個去想 那我在哪裡 那麼苦 苦為什麼是無我 他不自主啊 他不自主 就好像說你是國王 你是國王 你自主 只有你處罰別人 只有你讓人家受苦 沒有人家讓你受苦的 那你是國王嘛 國王只有你讓人家受苦 判人家罪讓人家受苦 沒有人可以判你受苦的 沒有可能可以讓你受苦的 但現在你受苦了 你又說我是國王 那怎麼可能呢 對不對 那你不自主的 你又說是我 我就是自主嘛 但現在你又受苦不自主的 你又說 你又說這個色中有我 你要讓他不老 他不得不老 你要他不病 他不得不病 你要說你能自主 那怎麼可能呢 那這樣道理講不通啊 所以這個就是觀喔 你一層一層去觀喔 包括說我煩惱 你說我起煩惱怎麼辦 那什麼是煩惱 煩惱怎麼來的 你先要找到煩惱是怎麼來的 你才能夠知道煩惱要怎麼辦 那煩惱怎麼來的 很多人說我也不知道啊 他說來就來了啊 那你都不知道我要怎麼知道 你好好想他必定有個來處 就是他有因有緣嘛 剛才不是講的嗎 你一定是促進身心嘛 然後促進身心之後就怎麼樣 心水進轉嘛 一定是這樣的啦 所以你要好好心冷靜下來 去想一想 我這麼多妄想 我想要他停都停不下來 那你先看妄想是怎麼起來的 通常都是促進身心嘛 我們早上講的就是這個嘛 促進身心 那更成是何而生促嘛 就促進身心 然後就怎麼樣 心水進轉 就戲服住了嘛 那麼心水進轉 那麼不好的進就怎麼樣 生種種的苦受 那好的進呢 生種種的熱受 就是這樣啊 就貪生吃就不斷 不斷地在運作啊 其實就是這樣的問題啊 所以促進身心 心水進轉 然後就怎麼樣 輾轉煩惱 那禍業苦禍業苦 不就這樣來了嗎 好 那我們在我們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那麼 那麼 假設你看到 可是你知道色是無常 那麼無常你也知道是苦 那麼你怎麼可能在 無常苦 不斷生命變化的法裡面 看到那個不變化的我 在無韻裡面 見到那個沒有變化 很常獨一致死的我 或是在無韻之外你看到我 或是我在無韻中 無韻在我中 我就是 無常中有常 常中有無常 怎麼可能這樣呢 對不對 就是無常常在常裡面 常常在無常裡面 那 怎麼可能有這種法呢 那比丘白佛 布也世尊 那後面受長情緒都一樣 都是生心啊 所以他開始就叫你關 這個就是一般阿罕軍的官法 就是什麼 過去 未來 現在 內外出細 豪醜遠近 比一切 就是你細細的關 這個從色的 就是物質深的各種角度 過去 現在 未來 內外 豪醜 出細遠近 你這樣去關 我們說有三種官法 無我 五印裡面有三種官法 只是五印的 一個就是 這個十一種 四類十一種官法 過去 現在 未來 內外豪醜 出細遠近 一種是 一種是對自信的 叫做 如病如庸 如刺如殺 一種是 各個 各個 用屁育式的 各個 各個去關照的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響如揚艷 行如芭蕉 四流犯法 基本上 這是阿安軍講的 就從五印上有這三種 就不同角度去思維 那麼如果從我來看 就不一定了 就不是這樣 就是五印 六粗 這個只是五印的 五印就有這三種 六粗 六戒 元起 就有這四種 運粗戒 那叫元起無我 好 那麼 所以他這裡講 多聞聖地子如是觀察 那麼 就 不會執著 厭禮 厭禮欲滅 厭就是不會執著這個色法 不會執著這個身體 你不執著就沒有自體愛 沒有我愛 就哪來的我所愛 沒有我愛 哪來的我所愛 你都沒有生孩子 哪來的我的孩子 你都沒結婚 哪來的我的孩子 對不對 你都沒有房子 哪有我的房子 我都沒有了還有我的房子 對不對 我都沒有了還有我的孩子 沒有啊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你不執著於色 不執著於受想形式 你就不會在執著 由色受想形式而起的 那種種種種煩惱 就沒有了 所以 你不執著你就不愛樂 不愛樂就不懶著 不懶著 不被欺負就怎麼樣 就解脫嘛 他通常就是這個道理 那麼 那麼 因為解脫你就有解脫之見 我神已盡犯人以利 所作以作 自知不受厚有 好 那麼 這個是 一百三十九經 好 我們今天想到這裡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吉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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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